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自回应了该官博,表示一点都不虚,原文较长,吴依法大概的意思就是,我的音乐不想给你们这些人听,并且求求你们不要再听我的音乐了,谁知该官博反应迅速,在吴依法发播几分钟也隔空回应,大概的意思就是要不依不饶的,跟继续和吴依法斗下去,许多网友表示都惊了。 这还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明星和APP官博斯起来的,看来这次绝对会有一场大戏,结果也如同上面所说。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,就已经开始了全网的是吴依法的节奏,比如该官博的APP内部,就有大量网友在疯狂的吐槽吴依法。 除了这些疯狂的吴依法的网友,还有一些很知名的大V,也在管着歪骂吴依法,知道事情发展到高潮,就连网红杀哥以前录的一个视频,都被拉了出来。 然而吴依法忍得下这口气吗?明显这是不可能的。 早在昨天吴依法回应前,工作室方面就已经发出了声明,表示要追究用一抹黑者的责任。 这份声明一出,那位骂得最难听的网红杀哥就走了。 大半夜九点半,跑到黄山野里录视频道歉,称自己一直都是吴依法哥哥的粉丝。 并且希望,大家能够原谅他。 到最后,网红杀哥还对着镜头三鞠躬,希望能够得到吴依法的原谅。 GIF可能是看到了他的真诚,也有可能是觉得周哥也很可怜,许多粉丝都因此原谅了他。 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,相信在后来的几天内,肯定可以看到更多人给吴依法道歉。 至于吴依法的实力,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质疑的。 对于某官博的投铁言论和行为,只能说自重。